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得到的亲人朋友老师同学的恩惠太多了 我妈妈姓张 她那个张家在苏州就是一个教师之家 她很会教育孩子 从来没有好像非常严厉的 都是那个很自然的 从48年到80年 我父亲跟我们分开大概32年 我父亲说一个国家的公民 都应该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 而且要带着温情和敬意 本来我就是搞水处理 后来到了全国人大做代表 所以我要关心一些方针政策的大事情 不能光是搞技术 我提倡循环经济 提倡搞清洁生产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人很讲究文理道德 但是呢 现在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道德 对于搞可持续发展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 也还不够 现在要提倡环境伦理观 做一个好教师应该怎么样 其中就有一条就是爱学生 厚生可畏 我在清华待了半个多世纪了 最幸福的地方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 超过了自己 我一生的道路 我事业的方向 我个人的兴趣 做的工作 环保 教育 这个跟国家的需要完全一致 我觉得这个非常幸福 我们的温中 中文历 中文历 成的 中文历 中文历 感谢观看